保姆在冲泡咖啡 随后他往咖啡里放入药物 一杯扑克牌开心水就这样调成 接着他端给女人 女人接过咖啡一口闷了下去 突然感觉浑身燥热 昏昏欲睡 保姆说好好享受吧孩子 随后一个白饭老大爷进入房间 女人醒来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马内 但他没有半点喜悦 下一秒掏出打火机点燃马内 你绝对想不到 他的人生经历有多悲惨 女人叫小美 是个穷学生 跟一个生病的男友谈着恋爱 他每天兼职三份工作 但经不住训酒的母亲 隔三差五的要钱 无奈之下 小美只能应聘第四份工作 精心打扮来到面试地点 这是一栋豪华大别墅 肤白貌美大长腿 让面试官花姐很满意 他的工作很简单 只需要穿着睡衣 在房间里睡一觉 早上醒来就能得到大笔马内 她保证这个过程很安全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这样的好事让小美很高兴 但花姐提醒 千万不要将她当成事业 就当作是人生的短暂经历 花姐让小美脱掉衣服检查 询问她对什么药物过敏 身上有没有纹身伤疤 随后被安排去除皮脚质脱毛 工作时 她要穿着指定的衣物 必须涂抹指定的唇膏 小美觉得这个要求很荒唐 于是她涂上了自己喜欢的唇膏 但是却被主管强行擦掉 她警告她 这不是在开玩笑 穿着粉色的睡衣喝下安眠咖啡 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花姐带着白发老大爷走进房间 这些大爷不是社会名流 就是大人物 大爷三言两语 表达了他的诉求 花姐瞄懂 一遍遍叮嘱注意事项 千万不能做出格的举动 看着床上的睡美人 大爷拿掉衣服 老大爷今年85了 但依然保持住了男人的初心 小美醒来 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回到家里发现 因为房租拖欠太久 房东将妈妈和男友赶了出来 小美租下一间豪宅当住所 躺在床上 戴着眼罩 却久久无法入睡 虽然对睡觉 就能赚钱的工作有所怀疑 但她还是无奈地继续睡觉赚钱 形形色色的男人来到这里 年过花甲 白发苍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这个光头大爷言语粗俗 但她却什么都做不到 来到这里的老人 都是怀念青春 他们想在年轻女孩的身上 找回曾经的自己 而熟睡的女孩 不会嘲笑他们的能力 也不会看到他们松弛的身体 小美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 这一天 正在上课时 男友突然打来电话 她扛不住病痛的折磨 感觉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 小美赶回家里时 男友已经处在弥留之际 她希望小美能陪自己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小美躺在她的怀里 泪流满面 世界上唯一的倾诉对象 也离她而去 但生活也还要继续下去 在男友的葬礼上 男友的弟弟告诉小美 是朋友发现她的遗体 发现时 已经去世两周了 小美突然问弟弟 愿不愿意娶自己 弟弟感到很惊讶 她表示自己有女朋友 并怒斥小美的离经叛道 小美没有再说话 再也没有像男友一样的人 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娶她了 小美开始变得堕落放纵 她开始频繁地出入酒吧 跟各色各样的男人约会 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她开始好奇 在那个睡着就能赚钱的房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一天 她忍不住来到商场 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小美来到豪华别墅 跟之前一样 喝下扑克牌快乐水 房间里 昏昏沉沉的小美 努力挣扎着藏好摄像头 躺在床上 沉沉睡去 真相陪着白发老大爷走进来 她为老人冲泡了睡眠咖啡 第二天 真相进入房间打开窗户 用手摸摸大爷的脉搏 确认她已经安然地离去 坐在床上 她摇摇小美的脚 却发现没有反应 大惊失色的她 用力摇晃着小美 还给她做人工呼吸 一口深呼吸 小美终于醒来 她发现了身边冰冷的老人 她惊慌失措 这下终于知道 做的是什么工作了 崩溃着小美放声哭泣 这应该是悔恨的泪水吧 看完电影久久不能平静 影片中的老男人 都是那样的彬彬有礼 但独自面对熟睡的小美时 就退去伪装 他们害怕自己的衰老 害怕死亡的恐惧 老大爷决定自己离去的方式 尽管对小美来说很残忍 但也让她从盲目中清醒过来 虽然做好几份工作很辛苦 但用劳动换来的报酬 至少用得很舒心 而在这栋大别墅睡觉 那些社会名流对她为所欲为 影片的最后 如果是你给你三千万马内 你愿意来这座别墅里睡觉吗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住 谢谢